这只藏狗受了重伤 正在昏睡 男孩在旁边手里一整夜 困得不行 突然 藏狗痛苦地挣扎起来 慢慢睁开了眼睛 男孩被惊醒 赶紧上前安抚 可没想到 藏狗居然露出獠牙 转头就是一口 差点把男孩的脸咬掉 男孩被吓倒在地 可藏狗却不依不饶 继续冲他发难 然而 男孩并不害怕 他担心藏狗的伤势 于是 再次凑上前 可藏狗又是一口 把男孩逼了回去 男孩手足无措 想要向爸爸求助 可是 他喊了几声 爸爸都没有回应 男孩集中生智 从怀里掏出一只笛子 强忍着害怕 把笛子操到嘴边 缓缓地吹了起来 这时 藏狗仍然显得十分紧张 不过 随着悠扬的笛声流淌 男孩认真而深情地演奏 让暴躁的藏狗慢慢冷静下来 婉转地取掉 让男孩想起了病故的妈妈 也让藏狗回忆起快乐的往事 一曲终了 男孩睁开眼睛 却发现藏狗早已安心地睡着了 男孩微微一笑 收起笛子 躺在藏狗身边 共同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早 男孩惦记藏狗的安危 从睡梦中惊醒 幸运的是 藏狗的状态好了很多 男孩走到外面 发现爸爸心搭了一个帐篷 原来 为了让出地方 给两只狗狗养伤 爸爸已经好久没帮人看病了 病人越来越多 他只能进来帐篷当作诊事 不料 就在男孩感动不已的时候 身后的帐篷里突然传来激烈的叫声 男孩赶紧回去查看 可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愣住了 两只狗狗都醒了过来 正趴在地上吵架 男孩急得不行 对藏狗的凶狠有了新的认识 这时 小姐姐走进帐篷 看到两只狗狗快要打起来 他不仅不着急 反而高兴地说 既然有精神吵架 那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说完 他拿出肉块扔到白鸥面前 白鸥早就饿坏了 立马狼吞虎咽起来 可是 金鸥区依然发着恨 对面前的食物看都不看一眼 男孩有些奇怪 小姐姐告诉他 造狗不信任你 就不会吃你给的东西 男孩着急了 不吃东西怎么咬伤 于是 他跪在地上 拿起肉块递到金鸥嘴边 这个举动吓毁了小姐姐 但男孩豁出去了 再次伸手 下一秒 奇迹发生了 金鸥并没有真的咬 他松开嘴巴 把肉块夺过去 大口地吃着 男孩被吓坏了 可还是高兴得不行 要知道 以造狗的本事 一口就能把他的手咬掉 男孩看着金鸥 眼神力充满了欣慰 日子过得很快 两只狗狗康复得不错 为报答男孩的救命之恩 金鸥选择留下来 帮忙放羊 男孩和狗狗在草原上嬉戏打闹 妈妈去世后 他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开心了 然而 好景不长 这天 一声愤怒的嘶吼 打破了草原的瓶颈 鸥王带着汪汪队找了过来 要把白鸥带走 一通复杂的交涉后 白鸥缓缓走向鸥群 众人都有些舍不得 可白鸥何成不是如此呢 这段时间的相处 他早就喜欢上了这里 还喜欢上了金鸥 于是 白鸥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他果断回头 钻进帐篷 再次趴到金鸥身边 不走了 这下可把鸥王气得不行 他眼睛里充满了怒火 狠狠地看了一眼金鸥 多妻之仇不共戴天 这个仇 他迟早要报 不过 男孩可不懂鸥王的心思 在他的悉心照料下 两只狗狗终于完全康复 他和小伙伴合计 要给金鸥取个名字 阳光下的金鸥身姿闪耀 闪闪发光 小伙伴有了主意 给金鸥取名多吉 在藏语里 这是金光闪耀的意思 男孩特别高兴 大声呼唤着多吉 金鸥心有所感 长笑两声作为回应 本以为幸福的生活将会一直延续 可第二天 村里的恶霸大人找上门 说多吉犯下了十恶不赦的大罪 必须死 说完便举起枪 就要抠动扳机